各位好 帶您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因為封面移動到了巴士海峽 各地仍然是有雨的天氣 但是降雨主要是靠近封面的南部地區 還有迎封面的東半部地區 會下短暫鎮雨的機率是比較高 那中部以北降雨的時間 還有範圍相對是比較小的 另外在溫度方面 各地早晚的天氣是比較涼的 低溫大概是21度到24度 白天嘉義宜貝還有宜蘭花蓮 高溫大約是25度到27度 那南高平地區高溫大約是28到29度 接著帶您來看定量降水圖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入夜之後 到明天早上 北部中部還有基隆北海岸 還有宜蘭地區降雨是比較明顯的趨緩 水氣會往東南方來移動 主要的降雨會分布在 中南部接近山區的地方 還有高雄屏東橫沉半島這邊 另外花蓮台東也會有局部的短暫雨 到了明天開始一直到晚上 我們可以看到降雨是維持在 中南部的接近山區的地方 那麼高平跟花東仍然會有一些短暫雨 不過整體可以看起來 雨勢是趨緩了很多 一直要到明天入夜之後 封面逐漸遠離的影響 台灣整體降雨趨緩了 轉為多雲倒行的天氣 唯一要注意的是花蓮沿海還有台東地區 還是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接著來帶您看未來的降雨趨勢 我們可以看到今明兩天 由於封面的影響 全台都是水氣比較多的天氣形態 尤其是北部中部橫春半島會有短暫震雨 高雄接近山區的地方還有花蓮台東 雨是會再更強一點 不過經期一到星期三 因為封面逐漸遠離的影響 西半部會轉為乾燥的天氣 降雨會比較集中在南部接近山區的地方 水氣往東的影響 因此宜蘭 花 東都還是要注意 短暫震雨的天氣形態 要注意的是從禮拜四開始 又會有另外一波封面來報導了 全台又會轉為有雨的天氣形態 尤其是我們可以看到中部還有南部的地區 降雨是會比較明顯的 基隆北海岸 北部地區還有中部地區 都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因此雨距不要收得太快 到時候很有可能又要拿出來再次的使用 接下來要帶大家來看到這個溫度的走勢圖 我們可以看到大家明顯是感覺變涼了 從禮拜日到禮拜一 這兩天北部的低溫只有21度 高溫也只有28度左右 但是禮拜二到禮拜四的時候 溫度開始回升了 高溫可以來到31度 那低溫可能只有23度左右 要注意日夜溫差會變得比較大 要特別注意的是 到了周末又會有另外一波封面來報導 到時候高溫還是會繼續再下降 到27度 29度左右 天氣又會再度轉涼 接著帶大家來看南部地區 從星期一開始一直到星期二 這三天低溫都是25度 高溫是28到30度 相對於北部來說 是比較穩定的溫度形態 但是從禮拜三開始一直到週末 因為封面遠離的關係 整體的溫度又會再提高 高溫可以來到31度 低溫也會稍微提升到26度左右 接著來帶大家看一週的天氣 禮拜一到禮拜二的時候 因為封面位於巴士海峽 南部還有東半部的地區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中部以北的地區會有局部短暫雨 禮拜二東部地區有局部的短暫雨 南部也會有零星的短暫震雨 其他地區大約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但是要注意 午後的山區會有零星的短暫震雨 接著我們可以看到禮拜三呢 東半部的地方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其他的地區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形態 午後的山區會有局部短暫震雨 禮拜四到禮拜六 因為另外一波封面接近的影響 所以西半部地區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其他的地區也會有零星的短暫震雨 週末因為受到封面的影響 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在各地都有可能會發生 接著我們來帶大家看 各地的詳細溫度預測 我們可以看到北部地區 高溫是28度 低溫是21度 接著我們看到中部地區 高溫是29度 低溫是21度 接著繼續往南走 我們可以看到高溫是29度 低溫來到23度 接著是東部地區 高溫27度 低溫20度 接著是外島 高溫27度 低溫18度 最後有兩點小叮嚀 今天封面通過到巴士海峽 各地仍然會有降雨的機會 但是降雨主要靠近在封面的南部地區 還有陰封面的東半部 所以下短暫震雨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提醒大家出門要記得攜帶雨具 另外要注意的是 因為各地早晚的天氣會比較涼 最低溫大約是21到24度 白天嘉義以北還有宜蘭花蓮高溫 大約是25到27度 南高坪大約還會來到28到29度左右 所以日夜溫差是比較大的 提醒早出晚歸的民眾要注意保暖 以上是這節中式氣象 我是王一仲 廣告回來請持續鎖定中式新聞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來看看 那麼遲動 December